大家都在看下禮拜的10月24号那是一个关键 关键就是柯文哲会不会延压 你说柯文哲如果没有办法延压的话 郑明谦就要下台了 对现在来讲的话案子已经办了快要两个月了 剩下最后的九转单程已经剩不到两个礼拜了 你到底能不能把我们柯文哲主席办到让他进去关 这是至关重大的一件事情 郑明谦部长他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他在之前的说叫他的子弟兵廉政署带刀向前冲 可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案子办得有一点点卡卡的 卡了 卡了你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你说你现在来说的话 北俭一直在拼的一件事情是一定是行贿 一定是收贿 你不可能这样子把人家给弄下来之后 土利 对你用一个土利罪五年来又来弄柯文哲主席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整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真的进入到关键时刻了 你要不要起诉他 然后你起诉他之后 你能不能把他办到岛 郑明谦你现在来讲的话 宁愿你当初把案子丢给廉政署 你现在要负全责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柯文哲主席呢 你说本来检掉检掉 跑到这个案子变成检联 检掉变检联 关键在郑明谦 对所以他当初把调查局缴线之后 其实一开始 他把调查局缴线 对一开始弄下去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一贵是好贵 看起来没有问题嘛 弄下去 所以能让廉政署 一次让他这个升任量起来 可是到目前为止 感觉上在金流的部分 卡卡的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办不办得下去 关键在这几天就会决定了 要么你就在这个 11月5号之前 把他起诉掉 要么你就是把他严压 那至于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 其实他不用考虑这么多 因为这个都是北检跟廉政署 他们要伤脑筋的地方 柯文哲主席 你就是一定会被严压 你就会一定会被压下来 他出不来了 他出不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谁 看一下过去来讲的话 就是陈水扁总统 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摄影棚附近 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特征住 那天我们刚好在连线 原本以为他就是行李如银 以前已经来来回回很多次了 没想到竟然上了靠走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他旁边的水户 大家看着我 我们看着他 大家瞪眼瞪大眼瞪小眼 竟然就这样子 司法破坏 然后就喊起来了 然后当下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对啊 怎么前总统被上靠了 然后就喊了这一句 然后就上车了 上车之后 大家一起讲说 那他这两个月加两个月 四个月又出来 再也没出来了 没出来过了 再也没有出来 他那个时候 总共被关了多少钱 被关了六年 为什么会被关六年 那就是因为 他有海角气 他有非常多的案子 案一案二案三案四案五案六 一路下去之后 变成一票完到底 可是过去来讲的话 2020年的时候呢 有修法 所以呢 你现在能不能够再去 让他无限延压 柯文哲主席 如果到了院方之后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已经不能无限延压了 可是2020年修法之后 你可以压多久 五年 五年 你想想看 你今天要起诉他 只能二加二 四个月你就要把他起诉 不然就没办法 要放他出去了 可是你当他把他起诉之后 在侦查期间 因为他犯的是重罪 所以他可以压五年 一个案子 五年 你觉得说五年之内 他不会有在其他的案子吗 所以他会遇到什么 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不管这一次会不会也压 不管是两个月内把他起诉 或是四个月内把他起诉 起诉完之后呢 他就进入到院方了 换压之后就进入院方了 院方就有多久的时间压他 五年 五年 所以在五年之内 如果还有其他的案子 进去执行的话 那他就是一票完到底 所以柯文哲主席你不用管到底是徒利 还是行贿罪 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 起跳的一个游戏徒刑 你要再出来 恐怕是非常的困难了 欢迎收看观众 今天我们看到北纪组动下来了 北纪组仙态 约谈所有跟众望接近会有关 跟靳总有关的人 开始一个一个约谈 而约谈今天去约谈了周宇修 今天约谈了戴宇文 很多人说 现在柯文哲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认为最惨的事情 现在刚刚要开始 因为我们知道 柯文哲之前不是讲过说 他说现在的司法跟媒体都是政治工具 竞选总部跟木可的账簿都在调查局 后面还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最惨的还没有开始 他一开始有讲说 我们怎么会去告会计师呢 把告会计师才让整个事情不可收拾 可是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就是我们之前讲到 大家进行大搜索的时候 搬那个一箱一箱搬的是谁 是调查局搬的 有办法解读这些账册的 也都是调查局 所以把这个账册搬走了以后 把这个账册解读之后 调查局是最了解理念的来龙去脉 也最有能力来查出这个东西的水落石出 就没有想到调查局真的已经进来了 而且已经开始侦办了 今天也开始约谈人了 如果真的开始约谈人了 我们知道从下礼拜开始 会有一个大规模的约谈 而这个大规模的约谈开始之后 整个柯文哲的案子 会有一个新的进展吗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慧珍你好 大家好 好 宇萱 刚刚讲的是 柯文哲之前曾经跟他讲一个清楚 这个清楚当然是怎么讲的 他说 整个中央党部缺少可以指挥 大局的军师还有大将 出事以后就是李文中的问题 但这个人是我任命的 我要自己负责 才不错 他讲说 整个事情是从告了会计师 让整个事情变得无可收拾 但这个只是政治危机 也就算了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这句话 他说 进贤总部跟木可账簿都在调查局 后面还会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最惨的还没有开始 那调查局今天出来了 调查局今天查的就是政治现金 调查局现在查的就是这些 账簿 最惨的开始了吗 宝大哥 柯文哲的脸上一抹神秘的微笑 消失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从调查局正式进入之后 柯文哲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真的假的 因为原本检验在那边 胡瞎讲我瞎讲我瞎讲我 他说 土力反正我也没有差 对不对 拜托你土力办不了我 他早就已经预告 他最害怕是什么 木可 还有靖总 他说我跟讲 后面最惨的还没开始 结果柯文哲现在更惨的来了吧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木可 不只是靖总 连什么都进来 新故乡 纵旺 连你的信托商户 你的信托 全部都跑出来了 所以宝贴哥 现在柯文哲他遇到什么大状况 被检调 应该说调查局 已经逼上了绝路 对 我跟他讲的 现在的账簇都在调局手上 可是之前 为什么阿伯可以老神在在 因为刚时 你可以感觉到整个检调单位 似乎有那种内斗的气氛 这个内斗气氛就是 我要把你调查局 撇在外面 我把你调查局 撇在外面 我要让 这个连政署 建立不适其功 搞了半天 这个攻击不起来 搞了半天 账簿看不懂 最后 还是要调查局进来 可是这个调查局进来之后 阿伯就完了 对 柯文哲有点 他一直有一个关键的密码 什么意思 只要金流你查不到 那你休想要办我 今天图例之外 办柯文哲能看吗 如果只有找到两百万 能看吗 当然不行 所以他只要想说 我只要找不到金流 我就可以干嘛 跟你用政治对抗 跟你尬到队 结果没想到调查局 原本是被排除在外 因为我们的 法务部长叫做郑明谦 郑明谦以前叫做廉政署长 所以他当然是 给自己人先办再说 对不对 反正我们讲 不示其功 这个是好康的 办到之后 每个都鸡全身边 结果没想到 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吗 当然啦 因为那时候 他们是跟调查局要 说你们有的资料 全部缴械 缴过来 那调查局心里想说 我干嘛 我要给你 乐腾腾的手菜 我丢一堆生肉给你嘛 所以乱七八糟的资料 汇过去之后 光爬梳 看不清楚 讲不明白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请问一下 猪亚虎有没有被 廉政署 跟我们讲的 北检掉过 掉过啊 不止一次 猪亚虎也不止一次 那你要怎么 跟社会大众解释说 原本叫你来的时候呢 就放你走 拍拍屁股回家 结果呢 直到调查局 进来之后 直接给你击押 因为你在很久的时候 你就讲说 你今天整个检掉系统 你不可以私心自用 你不可以等于说 有门户之间 你不可以说 只要复制自己人 你当时就讲说 整个调查局 也要进来 就你当时 哭哭哭 我还听不懂 现在我就懂了 因为连政署 的确 你对公务系统很了解 它包括每个 各位你要知道 各地县市政府 都有什么 阵风处 阵风处上面的长官是谁 就连政署 一条边 但不好意思 这个是仅限于 土地层次 公务城市 你可以处理得了 但当今天进入到 所谓的虚拟货币 进入到所谓的国际金流 进入到所谓的账户 进入到所谓的什么 信托专户的时候 你连政署有经验吗 当然没有 但没关系 因为调查局来了 各位 调查局一进来之后 包括我们讲的 众望基金位 包括我们讲的 木可公司 竞选总户 它所有的金流专户 全部都爬树了 清清楚之后 开始了 一个一个调你来 你周渝休 清除 我也叫你来 民众长戴余伦 我也叫你来 叫这两个来的目的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你到底有没有 所谓虚报的薪资所得 有没有所谓的 两套薪资 然后最后呢 把钱放到私人的口袋 所以当他今天 包括林智良 包括吴梅寿 他在要干嘛 把所有USB名单上 跟柯文哲有关的 政治现金 我一笔一笔爬树 一笔一笔揭露 我要让你整个人 身败名裂 让大家看看 你就是现代的和声 因为我们要讲 这里面最了解 柯文哲当然就是吴董 吴董曾经讲过 他等于说 他不会说谎的 只是你听不懂 你不懂得 他的话中之意 可是你现在 有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 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你回过头来 去看柯文哲的讲话 都非常精准 他不然不是讲说 整个政治现金案 搞得鸡飞狗跳 那个政治现金案 里面就告了会计师 那个政治现金案的时候 每天搞禁止会 结果越搞越糟 他当中讲说 他说这个只是什么 这只是手忙脚乱 很乱 只是手忙脚乱 只是显戒之急 没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是 调查局手上的仗册啦 对 他的意思说 你不要只看总统专务 他说总统专务 对我们整个案件来讲 算小条的 为什么 那了不起打死总统 都干嘛 就洗钱嘛 对不对 但其实上 贪污所得跟收贿 跟有一些猫腻跟弊端 会跑到哪里去 就是跑到我们讲的 木可公司 因为木可公司 事实上它是什么 私人公司 所以它是可以 进私人头带的嘛 所以当然你看 今天调查局 锁定的项目非常清楚 我直接解释给各位听 他说 我现在找的是 基金会认职的员工 比如说戴玉文 之前就是被我们 慧珍姐搞惨了 他现在真的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那时候亲口对媒体讲说 没有 我跟各位讲 我只有领一份薪水 我从来没有重复领过 那保险哥这时候问题来 如果调查局查到 众望基金会 的确你有申报薪水 但与此同时 戴玉文在竞选总务 他也有领薪水 在民众党也有领薪水 但是这些薪水没有进到他的口袋 去哪了 那就叫什么 那你这就是炸银啊 那你就会出问题了嘛 所以会不会民众党 都用众望基金会这个地方 出了一堆钱 但是在竞选总部 或者是在民众党党部 甚至其他地方 报假账 所以这变成是检调查的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整个北检 为什么说我们要查的是 竞选总部 目可公司跟他的金流 那代表一件事情哦 这三者难道是没有关联性的吗 是有关联的 对嘛 所以我今天比如说我从竞选总部 我报的仗 我出的仗 到你众望基金会 但这个当中 全部都是李文中一个人 坐在位置上 我左手换右手 我这边说我给你三千万 我这边说我收一千万 你哪知道 中间就会有捞空门 甚至做假发表 这是掏空的疑虑嘛 所以最事关重要是谁 当然就会落在李文中身上 好 如果现在都回过头来 把柯文哲的话 仔细爬梳之后 你看看 这时候 这个就很重要了哦 一箱一箱搬出来 都是掉去搬的 而且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只有他们有能力解读 当然没有错 宝丁哥你看到一箱一箱一箱的文件跟资料 坦白讲可能都是杖册 都是树木 都是金流 都是树士 那可以解读谁 当然调查局 为什么这样讲 你仔细看 他当时他就已经怀理所谓的李文中跟端木正 跟李文娟 所以他已经很清楚掌握到说 这些人就是柯文哲金流秘脉的关键 我调查局部落说 冲得到我就是查金流嘛 但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调查局被缴械啊 所以相关的资料 这个是被缴械 缴械他没有办法查嘛 就是我拿到这些东西 但是查的全责不在我 所以他只好一股脑丢给连正署 那连正署看到六箱放在地上 心里想说这什么东西 光是爬梳整理资料就看不懂了嘛 所以你看哦 直到后来9月3号的时候 北极山又出手了 这个时候已经隔了半个月 结果他马上 哎 连正署之前有没有约过李文中 有 有耶 证人来又去来又去 所以他说直接我跟你讲 我把你给我被告 被告身份 转为被告了 我就确认你是被告 而且200万交保 所以到后来 包括相关的赖对话记录出来说 发现一件事情 李文中不是重点 李文中只是什么 处理真正下指令的是谁 都是柯文哲啊 因为包括所谓的赖的进度 美里大汉的100万 甚至食品附成50万 这么小的金额 那蓝三级 柯文哲都说 你给我调到那边 你给我调到那边 包括总统竞选专户 还有讲的 两个基金会 以及所谓的木科公司 都是由柯文哲下指令 所以到最后 你仔细看到现在 包括9月29号 最后李文中 朱雅虎 都被羁押金件 以及到整个小额捐款 都会被查出来 从头到尾 贯窜死磨的 多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叫做调查局 不是 你之前曾经讲过说 柯文哲这是天才 他发明了一件事情 他把整个竞选总部 变成洗钱中心 他把很多的黑钱 张钱不能用的钱 我就透过选举 用过政治现金 我用大家的捐款 我把你慢慢洗白 洗成干净的 我就可以处理了 本来以为说 这个钱是什么 洗成钱 我把你找到的地方 藏起来 可是今天 从橘子家的 所谓的信托专户 他才在 赫然发生一件事 不是 他可能不只是洗成钱 他有可能把洗成房子 洗成佩奇最喜欢的样子 他只要把它存在信托公司 信托专户 谁都不知道了 因为这样 他有两端 一端就是进账 进账的部分 就是把黑钱 张钱 经过进总以后 洗出来 变成干净的钱 干净的钱 进总 那变成他募的款金额 他怎么办 他就用开销 用买发票 假发票的方式 转到他其他的各方面去 其中一个是募可公司 难怪他所有东西 都比人家贵十倍百倍 所以他有 第二段就是消化 第一段就是说 第一段是进入 它是存入 然后洗干净 洗衣机洗干净 第二段是去化 他把那个钱要去化掉 去化募可公司是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东西 他购买不动产是个方向 那购买不动产的话 我曾经在台开当过负责人 这个叫做财产信托 财产信托 基本上我们在台湾的法令 就有个人信托就可以了 就不用透过金融机构 就是个人跟个人 所以他就找一个橘子 这个家里面非常有钱的人 然后自己名下 已经被信托了很多资产 所以橘子有可能 已经帮他 常立了很多柯文哲的不动产 那你外面看不出来 外面看不出来吗 简单一查就知道了 可是第一层看不到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查资产 查什么东西 查土地成本 先查成本 那这一层成本是第二层的成本 因为你看到成本上面登记的是 某某是什么 信托 信托 信托多少 不动产 坐到哪里 你看不懂 但你要把这个东西 要再往下追踪的话 要得到的橘子的授权 亲自的签字授权 要信托专户的授权 才能够掉第二层的成本 那个成本是掉不到的 一般人掉不到的 所以就可以藏起来了 可以藏起来了 那检调应该不需要授权 他应该可以看得到那个资讯 因为从金融的 从这个防大法令上面去看的话 我觉得调查局是有能力看到第二层的东西的 所以他现在讲的是说 他最惨最惨的是这个问题 还没开始出现 所以他到底藏多少钱我们不知道 你知道吧 可是他现在要回避的就是 贪污资罪条例的收贿罪这部分 他图利部分跟你对抗 所以他整个事件 他就把你整个引导成一个政治的对抗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 有两个关键 在他这边来讲的话 有两个关键人 外面有一个关键人 一个第一号人物是谁 就是沈庆金 第二号人物是许文中 李文中 第三号人物就是橘子 那橘子怎么会跑掉呢 我就觉得这个荒谬啊 他怎么会在应小微前一天跑掉 是谁叫橘子跑掉 没错 你最近讲 你最近就猜测说应小微 如果橘子跟应小微同时跑掉 那就不是沈庆金利能通天 不是通知沈庆金 而是通知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先叫橘子跑掉 再通知沈庆金 沈庆金再去通知应小微就慢一天了 不是不是 应小微跑掉的原因跟柯文哲无关 因为这个沈庆金已经收到传票 9月5号开庭 所以沈庆金拿传票之后就叫应小微跑了 但是这个因为有传票在手上 可是橘子这个不是 橘子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应该是 一定是柯文哲叫他走 对 柯文哲叫他走 他办的是学生的一个签证 换言之长有点时间 他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要长 他要有学校的证明 所以橘子要跑掉这个事情 已经花了一两个月的筹备了 有准备的 这不是随便的 所以我就回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当时在法务部 或是在检调机关里面 有柯文哲的宪明 有柯文哲 当然了一定有人 都什么时候还有柯文哲的宪明 就是有内场 内庁内里面有人 就是检调 本于检调这边有人透露情报给柯文哲 柯文哲在叫橘子跑掉 这个逻辑是这样来的 那今天橘子也谈了一个消息 他愿意接受这个远端的征讯 他不愿意回来征讯 所以换言之长 橘子主要是有东西的 对 那橘子知道 那橘子为什么不敢回来 为什么不敢回来 我跟你保证回来一定收押 你不看到高雄那个市议员 你一跑 我跟你讲 回来一定收押 谈都不要谈 这个不是叫逃亡之余 有逃亡的事实 所以橘子一定收押 对 他不可能回来了 可是徐人说我是无辜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用 来不及了 这个问题是有可能 可是因为橘子家世背景 他有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身份证 所以可能台湾通缉不了他 他有其他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并不是 他并不是说橘子一个人 就可以一手遮天 关键还有李文中 还有沈建金 所以他说 还会有更惨的没有出现 因为这个爬出出来的东西 不见了橘子在 对 只是因为台湾的是 我们房地产以登记为准 登记为准的东西 我们的登记的资料是全世界 算是非常完整的国家 对 我们的土地跟建筑物的登记资料 登记得非常详实 一点都不会漏掉 所以柯文哲如果是透过 信托的方式 房地产 或其他任何的方式 要来隐匿的话 困难度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橘子不见得要回来 但他能够跑掉这个事情 逐渐到逐渐我们的北建在初期办案的时候 有人透露消息给柯文哲 我的高度怀疑 对 那是谁 这个也无可考 也查不出来 但是柯文哲现在决定的方式 并没有改变 他跟你对抗到底 所以他透过他的律舰 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然后再交代这个周宇修秘书长 是做他的作战司令部 所以他到处再掀一波 更大量的一个群众运动的抗争 抗争目的是什么 11月5号 他要能够出来 他要能够出来是最重要的 那他如果不能 可是他一出来的话 会变成怎么样呢 那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办得不好的话 他就会选到2028了 他选到2028的话 我们赖赏可能在吗 要头痛了 我觉得赖赏应该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好 所以回程 你现在在脸书里面有把 你是做调查记者的 你说又把橘子成立的时间 又把橘子抹这个所谓的 跟这个信托的时间 又把这个制谣公司的时间 全部做了一个比对 然后这个所有的比对 你刚才讲的 制谣公司居然在10月7号的时候 已经解散了 而10月7号解散的时候 跟之前 刚好是北极组调查局进来了 代表要查金流了 然后橘子的身份暴露了 制谣公司就关门了 是 宝洁哥 我觉得我推公益信托修法10年 10年磨一剑 就是为了搞这一拖 你知道吗 因为柯文哲 他几乎把我所有过去10年 所跑的所学的用在这一次上 真的假的 我跟你讲 我现在其实承接吴董讲的 他整个局 凑过选举 他在搞钱游戏 柯文哲的金钱游戏 他分三个阶段 拿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假捐款征刑费 怎么样假捐款征刑费 省金不是一大堆 透过什么捐给哪里 捐给哪里 30万 什么一大堆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知道你哪些金流 至少众望的1500万 是不是有点可疑 对 那至少你们的一大堆 那个选举期间 210万 10万10万的 有没有 9999 然后有多少 有300多人 所以那个又3000多万 所以现在所谓的假捐款 真行贿这边 凑一凑已经好几千万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前面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 假交易真掏空 什么意思 这些钱 沈金金已经透过捐款的方式 进入到禁总 但是你禁总要洗出来 所以禁总 透过跟木可公司找交易的方式 把这些钱 全部的灌灌灌 灌到了木可 所以木可后来不是用跟柯文哲 签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约 到了用这个方式之后 木可的钱又到哪里去 又回流到柯文哲身上 所以这边又变成 假交易真掏空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阶段 什么第三阶段 假信托 真洗钱 我为什么会觉得说 这整件事情 可能跟洗钱真的有关系 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时间序 我们回到什么时间序呢 我们就是看 2024年的5月10号 有没有看到 柯文哲签约 说什么 买了4300万 然后买商办 对不对 好 我们光从时间序来讲 这个5月15号 是不是许子瑜的妈妈 他就说 他这个杜罪域的收费信托是最后一次进行 他这个变更 变更登记 隔一天5月16号 制瑶公司就成立 那你说 那可能纯粹时间点 好 那有趣的来了 那个严峰 他在8月 大概8月26号 剃爆这件 整件事情 8月28号的时候 就是他们民众党自己一个中央委员 这个冯启燕 他接受采访 他说什么 没有啦 那个 针对于那个买商办事情 柯文哲前一天把我们都叫回去 他说 没那个 我后来要可以信托啦 信托之后提供给民众党 无偿使用 宝洁哥 他这个说法很重要 他8月28号讲这句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柯文哲知道什么叫信托 不然谁莫名其妙 我先跟你讲信托 你会突然讲信托吗 你根本不知道信托是什么 一般人不会知道的 但是他在那个时间点讲 代表柯文哲清楚 什么叫做信托 第二件事情 把商办信托 就跟现在把它交给信托 也是一样的 第二件事情 如果今天不是林延峰提报 你说要把这个信托 然后无偿给民众党使用 请问一下 那你原本信托要给谁使用 从头到尾 柯文哲就是要用这个土地买了之后 要信托 信托 最重要是受益人是谁 受益人才是那个可以受益的 比如说商败每个月的租金进来 受益人就可以享有这个租金收入 现在情况是因为被踢爆了 他才说 我可以信托 然后给民众党使用 其实我跟你讲 如果你从头到尾 没有邪念 你就是要给民众党使用 你就买民众党的名字 他不是就民众党的党产吗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从头到尾打的盘算 是另外一个盘算 他知道信托 而且是被踢爆之后 他才说 哎呀可以提供给民众党使用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被踢爆情况之下 那你要提供给谁使用 所以这就是有趣了 那接下来到了 好 那个橘子的 那个橘子被 10月8号被踢爆之后 被踢爆前一天 治疗公司 竟然结束 那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治疗公司 你从8月底说要结束到现在 9月你不结束 哪一天不结束 你为什么是在 10月7号 你的橘子名字 被踢爆前一天 竟然结束 结束之后 后来大家不是吵很羞吗 后来发现 哎呀这个橘子姐身份不单纯 他竟然是杜聪明的后代 而且他是杜聪明奖学金基金会的董事 没有想到我们节目一讲 10月11号杜聪明基金会 现在也查不到了 收起来了 全部都让你网路上查不到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掐到了重点了 后面这个一大一大堆 都这跟这有相关 那现在一般人不是很搞懂 到底什么是信托 我跟你讲 大家可能讲说 那信托跟公司有什么不一样 信托有非常大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信托隐秘性非常高 如果今天 他是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是不是要有资本额登记 那你透过资本额登记 你就知道这家公司的资产有多少 规模有多少 那现在我们揣测 他可能放在这个杜翠玉的这个信托里面 假设有的话 那你看得出来杜翠玉 看不出来 完全没有啊 信托的特色就是在于 你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资产有多少 外人查不到 而且真的像吴董讲的 我如果买了一个房子 我这个买了房子以后 我交给别人信托 交给别人信托 我在土地藤本上面 是看不到我的 我跟你讲 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 根据信托法的第十二条 信托资产 是不可以被强制执行 被强制扣押 换句话说 如果我姚慧之后有一块土地 我把他信托了 但是我外面欠了一亿元 我的债主说我要查扣姚慧之后 不能查扣 因为他是信托 在信托里面 所以这一招很高啊 那如果最后被检掉查到了 那是招钱 我也不能处理吗 这个法律上可能就是不法所得 这个部分我是没遇过 我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的人用这种方式脱产 这是脱产的好办法 对 可是因为现在法律有说 就是说因为有的人 比如说我先给你借钱再签 我怕你要追我赞 我赶快才把我的信托去成立 把我名下真正的资产 拿去信托成立 他们可以从这先后顺序 来请求说注销这个信托 就是你这个信托不合法存在的 所以这个可以注销 注销之后就可以查扣 但是如果时间续上 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其实就会形成 所以我去求这个 那个谢泽胜教授 他说成立这个信托 其实信托法要修 因为信托法有很多的make up 所以信托财产第12条 对信托的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基于信托前存在该财产的权利 因为处理信托所产生的权利 跟其他法律 另外规定不在此线 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规定 你是不能随便动他的 对 而且后面的受益人 其实整个信托的资产 真正谁能享受其益 就是看受益人是谁 但你查到受益人吗 查不到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一切 只有在所谓的信托的文件资料上 所以如果剪掉的话 要查的话 其实去国税局的相关资料 去查他这个就可以 但是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讲 你要土地信托对不对 其实不是 还有另外一种玩法 什么玩法呢 就是土地的名字还是柯文哲的 但是他在信托的文件上写清楚 我的受益人是谁谁谁 那就变成我这个房 这个商办的租金是给受益人的 所以名字是我的 但是商办的租金是给受益人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是我拿到租金 别人也不知道 我有房子租给别人 是 还有一个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信托是可以接受 外面的人捐款的 是可以接受别人把钱弄进来的 还可以接受捐款 我们讲中文款 你也可以说买卖或收入 whatever 所以钱可以不断地进来 对 而且到底 你有没有买卖东西谁知道 所以这就代表着 这个问题很大 所以回到一句 信托法跟供应信托 尽速修法 好 我看 刚讲的 今天北检出来了以后 就约谈了 戴宇文约谈了 这个周宇修 信托下礼拜 还有大坤的约谈 你说这个动作 刚刚讲的 会让整个阿伯 会承受非常的压力 他不用想出来了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金华城 忘记一开始办的 本来就是政治现金 而且 法杰哥你知道 是政治现金案 总部开记者会 讲了半天 讲不清楚 还有端木正 这就是政治现金案 而且你说 现在有一个骨牌倒掉了 就是他以前的办公室主任 谢明珠 谢明珠今天已经用公开信 说 他不干了 谢明珠是以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 他挂这个中央基金会的 里面的董事 他说 我没有领任何钱 我也没有管钱 所以你现在 你问我 我跟你讲 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后 我就让杠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 里面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他既没有管钱 他也没有领钱 那里面的钱怎么运作 现在检调要查 北极站要查 他说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要淌这个浑水了 那他是办公室主任 他先前因为 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 他还跟这个橘子搞得不愉快 办公室主任会跟实习生 实习生还可以让办公室主任 没有办法压过他 你就知道 听说他是被橘子逼走的 他根本不在 虽然挂办公室主任 根本没有那么核心 所以他根本说 我都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开始要查钱的事情 金华城不是查很多钱吗 那个是金华城案 现在是政治现金 所以是 就是看起来很乱 办公室 木可 基金会 还有这个 选举人账户 政治现金 对不对 收到捐款这些 通通是乱的 那既然是乱的 这又是另外一笔账 那你回过来看 谢明珠 他都表示说 我要离开 他都表示他不知道 所以呢 就表示说 在总部里面 连挂到之前办公室主任 而且挂董事人 都不清楚 他谁会清楚 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 那所以现在呢 检调开始来办这个事情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也要把当时看来 可能处罚的部分 好好的跟大家说 然后我们查到了什么 那你这样一路的顺藤摸瓜去查 你承办人要查 秘书长要查 你办公室里面的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跟候选人也一定要查 对 那因为柯文哲 他现在目前在图层看守所 大家都会想说 反正大家在等时间嘛 你只要两个月到了以后 很多支持者都希望他能够出来 陈贝杰还讲说 你还我老公 陈贝杰还说 你还我才有司法正义 那当然是 那是当事人家属的心情 可是在东方美国的司法 不是这样的啦 他一定是 好几个案子如果要查的话 老杰哥 他就会很麻烦了 因为当时阿扁也因为 在卸任之后有十个案子 他光是被查 这个案子那个案子 他就连续压了两年 所以我不是说 柯文哲要压那么久了 观众朋友 我没有说柯文哲要压那么久 但因为他现在目前看起来的案子 可能有四到五个嘛 现在只是第一个金华城 他就已经被压了 后面这个现在开始动了 因为他表示说 这个事情没有迁捷 他开始在继续在 往这个不迁捷 而且可能要 侦办的方向走的话 那他大家问柯文哲 那为了要问柯文哲的时候 他延压 以及他其他案 再压的可能性就提高 对这个 他不会出来啊 我不说他绝对不会出来 这是他没可能这么早出来 你以为两个月到了以后就回家了 直接就 他没可能 敲敲他门说 回家了 立王了 大家都回家了 没有这回事 因为光是金华城案 本来两个月到就可以延压 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讲 这个没有什么 故意要去刺激哪个族群 就是 我看到有人一直在跟 这个柯文哲志的讲说 反正两个月到了 就一定可以回家 这个讯息跟论述不对嘛 那你这样会让民众 有错误的理解 那到时候如果没有的时候 又要司法迫害 又要怎么样 你去看其他 我现在讲的嘛 其他中华民国的 这种司法案件 只要是比较受瞩目的 两个月后再加两个月 其实很常见的 再来 如果不止一个案子 有两个案子 那么比这个时间更长的 也就所带多有 好 刚才讲的 现在办这个柯文哲志 就像一个嗨坡龙 赶快 一坡接着一坡 一个浪接着一个浪 你说 下个礼拜 大浪要来了 对 没错 那么我们今天都在讲 有关于调查局北部机动战 跟这个廉政署的关系 为什么呢 就有点像是当年 蒋介石有代理的军统之握 又在国民党里面 设个总统一样 让两个人彼此竞争 然后这是一种恐怖平衡 所以廉政署的成立也是这样 廉政署的成立 就是把过去的正锋 正锋因为当时 那么当时的这个调查局长 那么正锋他要被这个消权 所以他在正锋里面 搞了一个人儿 什么叫人儿 就是我派一个人 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把你所有的相关的资料 全部弄成AB档案 你以后要升官 要干什么 要升官还会出事呢 都根据我的AB档案 那叫人儿 然后后来为了要 因为调查局 后来变成这个情治单位独大 为了抵制他 跟他互相的竞争 才成立这个廉政署 那么刚刚宝洁问过 刚刚法务部调查局的 这个北部机动战 宝洁你知道北部机动战的 封工委员有多少吗 他以前叫北机组 现在叫做北机站 以前叫北机组 北机组的办过的重大案件 办过谁 那么有关于当年阿扁的女婿 就被他办过 阿扁的女婿就是被他办过 可是在这个案子之前 传出了一个消息 整个调查局被缴械 也就是怀疑 调查局有些资料外线 所以当时我们都讲 检调检调 在这个案子都叫检联 是北检直接指挥联政署 本来要把调查局挤到边边 可是挤不掉 告诉各位就是 我们现在俗称的调查局 它分两个系统 什么系统呢 今天传了一大堆人 叫北部机动战 以前叫北机组 还有中机组 南机组等等 但是他每个县市都有 台北市调查处 是调查局全国最大 然后通常他的调查处的处长 就是准备要当调查局的局长 但是各县市都有 但是各县市的调查站呢 通常那么办重大案件的检察官都会跳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就跟各县市的警察局一样 他必须要跟当地这县市的政商名流 尤其是政治人物 地方拍戏 甚至于包括这些所谓的黑道的地方文人 都一定要掌握他们的线索 所以有时候过往从密 荣誉泄密 还记不记得 台湾曾经有一个很有名 当过县长当过立委的 要去查他 结果呢 都还没有按他一楼的电铃 已经从二楼跑掉了 到今天都没抓到 人在中国 人在中国 到今天都没有抓到 然后警戒要来还有包括要抓一些什么案子的时候 哎哟 奇怪 他们怎么都知道 事先都跑了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 还在家里等说 你们现在才来啊 这个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各县市的调查站呢 通常都会被排除掉 都故意去调其他的单位 其他单位各县市的 另外其他县市的调查站 或是北部机动站 像北极主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好打进去 不好打进去了以后呢 他们办 最近办了谁 你说北极主不太一样 高宏安就被他办了 还记不记得高宏安 也是被他办的 那紧接而来 那包括当时 王佑甄的力霸集团 跟中华银行的掏空案 也是那么激动 北极主呢 一口气30个胖 砰的同时间一起抓 所以北极主 他跟现在叫北极站 他因为自己是独立办案 所以有些简单官就很喜欢用 这个北极站的人 那连政署里面呢 也有这个等于说调局出身的 但是他们是属于一个比较竞争的角色就对了 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了 下个礼拜马上大规模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接到船票了 有人接到船票了 大规模 没有正当理由 你非来不可 所以下个礼拜会有大规模的办 请问一下 我们都讲说 这边他们现在 这些民众党的干部 骂人家在讲他们 那个案情的人 都说是这个 等于说 科幻小说编剧嘛 他们自己讲的话 却把自己搞得很 完全不像个地球人 而像个火星人外星人 为什么 他们一直在讲 北极会来 你知道这个案子呢 如果要起诉的话 必须要什么时候起诉 如果真的不延压的话 不是阿伯的 9月5号被收押 不是 而是应小微跟沈庆金的 那时候8月底被收押 所以他必须 只剩下10几天 就必须要起诉 你没有发现 到现在还在办这个 办那个扩大 办办一大堆吗 所以事实上 我问你 我要是台北地理人署的话 我干嘛急着 让你柯文哲回家 柯文哲回家 让他交保出去 因为我起诉了以后 地方法院的法官 未必会一定接押 就把他给押下来 可能让他交保 弄个2000万2亿个人 让他回去 我问你嘛 柯文哲一走出 这个等于说 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 这个相关的接押 停了以后呢 他会做什么 他就会跟 双黄一样 黄珊珊跟黄国昌一样 噼里啪的开始 骂民进党 用赖清德 用政治破坏 用什么 攻击大堆 然后台北地理人署 然后骂一大堆 我干嘛让你回去啊 我不如把所有的案子 查得清清楚楚 水落石出 你没有发现 越查越多 越查越多等等嘛 我今天听说 我还有第六个案子 会出来 所以他查了那么多 查了那么多嘛 当他查那么多出来的时候 你认为 我告诉你啦 因为很简单 因为柯文哲 自私自己 才过聪明 智商一五七夜 所以他自以为 自己聪明 自己在 小孩子在玩大车 他完全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虽然当了这个三十几年的医生 跟台北市长 但是一对社会书 完全空白 而完全空白 却自以为是 终于玩出大头子出来了 欢迎收看 柯文哲案里面 当然有两个最关键的人物 这两个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柯文哲跟沈静晶 而沈静晶到今天的表现 让很多人跌破了眼睛 因为他本来想说 你沈静晶好日子过惯了 你一直都是锦衣玉食 你怎么可能承受了这个牢狱之灾 而且你已经77岁了 你身上有很多的慢性病 还有你身上有很多的皮肤病 这个有多重细菌的感染 这个多重细菌的感染 你随时可能有拒血症 甚至有败血病 这个会整只要你的老病 而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 为什么沈静晶到今天 还要坚持到底 为什么沈静晶到现在 还是半步不让 让很多人大祸不解 但现在随着各种的资讯 慢慢揭开之后 你赫然发现 就是沈静晶跟柯文之间的关系 非同小可 他们之间的同名状 有人形容 那根本就是用先写来写成的 他们的利益纠葛 完全超乎外界的想象 本来我们想说 你只有一个金华城 如果只有一个金华城 你800是不行 你还有700多 你当然还有庞大的利益 在这么庞大利益制作专门下 你为什么不承认 后来大家才说 不对啊 你就算金华城让了 你后面还有万大国在市场 你就算万大国在市场结束之后 你还有社会仔 甚至你到了最后 整个社会仔的保全 也都被中共拿去 你如果翻开柯文哲 最后四年 他所有的承包 所有的利益 根本就是为了 威京集团来量身打造 如果真的是为了 威京集团量身打造 那他们两个的利益纠葛 就不是简单的金华城 也不是简单的几亿元 就可以说得清楚 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 谁敢出卖谁 另外一方都可以把对方打入地狱 更不用讲说 这样的传言跟让我更跌不远 就是我最早跑的就是捷运工程 没有想到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发生地震 地震的时候 捷运环状线 这个所谓的钢梁出现偏移 这个钢梁竟然也是中共做的 而在中共做这个钢梁的时候 竟然没有验收 而且他完全不符合当时他设计的标准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的市政府 也就在柯文哲市政府里面 居然没有任何球场的条款 这真的太可怕了 所有的好的利益 柯文哲几乎都给了等于神基金 能图利的能给的好处 全部给了 他们之间这四年到底干了哪些事情 这四年之间 他们的利益纠葛 到底匪夷所思到怎样的程度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 前面的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泽宋 您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领导 电子报道总长 我们是指甲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美田 杨维珍 大家好 第四位是 资深美田 赵雨萱 好 第一位是 民党的台北市员许淑淑华 黄泽宇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国民党的台北市员中小平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资深美田 杨维埃 黄泰 杨维珍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走 整个案情发展到今天 很多人对于 沈静静的态度 觉得不可思议 你都77岁了 你有麦静病 你还带着尿管 甚至这两天传出来说 你有多种兴趣的感染 你怎么到今天 还硬到这种程度 甚至刚刚讲到 明天中史话 还要开记者会 中史话要开记者会 我要跟你政府对干 我要跟你北柬推干 那就来了 到底什么样的状况 让沈静静现在一步不让 你的整个江山 是遥遥欲坠 你的江山是受到了 整个检掉的系统 整个银行团的打压 难道你不怕吗 听你讲我才知道说 原来沈静静跟柯文 这之间不是一个金华城 他们有很多事情绑在一起 他们的利益纠葛 就像绑麻花一样 整个一层一层的纠缠在一起 纠缠在一起以后 谁也不敢出卖谁 谁也不敢说的谁的话 因为只要任何一个人 出卖谁的话 另外一方都可以将对方 打到死无障身之地 没错 事实上今天为止来说话 沈静静呢 其实他已经身体非常不好了 还爆发了所谓 多重细菌的感染 结果他还是不说 有生命危险 他还是不说 那等一下柯文哲也是一样 他到目前为止也是不说 所以现在显然 他们两个知道 我们两个彼此都不说 我们两个坚强的血蒙关系 可以维持下去 用什么 血蒙关系 对 为什么这样说 你说他们的投名状 对 用鲜血血成的 对 好 为什么 那目前为止来说 沈静静呢 他也不准备要退让 明天的这个中宫 还有这个所谓 中石化还有顶月开发呢 他们大概有大几率的说 我们继续做 反正我们就按照 我们的部门 应该到底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很简单 他们这个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 柯文哲 还有沈静静 他们牢恼的绑住了 不只是他们两个 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也把整个台北市民 跟他们完全绑在一起 你说台北市变成肉票 对 台北市变成肉票 被柯文哲绑起来 对 送给沈静静 为什么这样说 你要说 这次爆的话 那只有金华城 好 忘记不是只有金华城 还有什么 万大雨果市场 对 这也是中宫做的 另外一个 信义线的东野 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信义区的工程 也是中宫 另外一个 双子星 虽然说是这个蓝天德标 但是工程是中宫 另外还有新北环状线 现在出包 也是中宫做的 另外还有行山路的社宅 也是中宫做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 目前台北市的 大部分的社宅的管理 也是中宫 所以等于是 你中宫真的出问题的时候 我经过这个整个 这个所谓危机竟然 出问题的时候 台北市你的工程 你的这个很多工程 你也会停摆 所以说柯文哲 跟沈静静现在变成 你泥中有我 对 我泥中有你 两个人完全绑成死结 对 好 我现在沈静静说了 我说能够得到什么 我能够得到什么 我宁可就不说 反正我跟你 应该到底 那柯文哲也知道 因为我就算 在进化城让了 对 万大市国债市场 我跑得掉吗 对 万大市国债市场 我跑掉了 那社会载 我跑得掉吗 社会载 我跑掉了 那我新一线的东沿 我的新北黄泉线 对 我跑得掉吗 原来 他们早就绑死了 对 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讲的话 沈静静知道 如果你只要柯文哲不说 我就绝对不会说 反正我们就牢牢的绑在一起 这个利益太过庞大 因为柯文哲可以说 在第二任任期 几乎把所有台北市的 重大工程 很多好处 全部都给了沈静静 所以现在沈静静 他当然知道 我要是万一说出来的时候 这些完全都落空 好了 我跟他讲 除了进化城之外 现在有几个案子 大家在讨论 第一个就包括说 新北黄泉线 黄泉线的话 11年4月地震的关系 就歪了嘛 歪了之后 现在还知道说 原来是中共做的 那中共做的 他当初原来要耐震6 他就没有打到耐震6 结果这样 当时的台北市的捷运处就说 我们没有为他这个验收 当初验收没有所谓的 没有验收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只能够插屁股 插屁股是怎样 因为你没有规定正向 所以你现在要我这个 要我修 OK 你要自己出钱来收 这个太可怕了 今天柯文哲对沈静静静 清华城 你要多少容积率 我给你了 今天万大国在市场 我为你量身定做 我几楼以前 绑标绑给你了 更可怕的是 新北环状线 我连验收 我连验收都可以放水 对好 另外一个 你刚才讲到万大鱼国市场 他是给我盖到五层楼 上面那些所谓冷链 停车场都没有盖 所以他就 没关系 你先盖下面 反正上面 我还是照样给你 现在讲万一擦屁股 他要追加50亿以上的预算 这个跟很像 还有哪一个 信义县东沿 原本信义县东沿 要从这个象山站 再往后面沿 沿到广石医院这个地方 所以我没想到 现在这个东沿 这个柯师傅的时候 反正就摆烂不做 他就一直演 演了之后 现在中工就可以说 要我盖可以 你要多给我预算 又要钱 对 所以那目前为止 就是这样捆绑在一起 因为你都已经让中工做了 那让中工做的话 反正我现在就摆烂 摆烂的话你要给我钱 不然的话 你市政府你是运作不下去 所以柯文哲对沈静晶 有一个SOP 也就是有球兵 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你金华镇要多少融机率 我给你多少融机率 还有我今天帮你绑标 绑标我把最大的利益绑给你 更可怕的是刚刚讲的 今天我不但给你追加预算 火赛市场给你追加预算 信义县东沿给你追加预算 这个预算就等于说 你要多少钱 现在不够对不对 没有关系 慢慢的我就会加预算 慢慢的我就会加给你 更可怕的是 今天你就算出了问题 我也争一只眼 闭一只眼 争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就全部放水 对而且他认题的最后一年的时间点 他把我们的所有的供色彩呢 把这个所谓保全 把它分拆之后 分拆就是说 要大的公司才能做 所以说谁能做 中工能做 然后我都全部都 大棍都给中工 所以在最后任期的第二任里面 他是这样对沈静晶 所以沈静晶当然知道 除了你收我这些钱之外 因为我跟你利益绑太深了 所以我会跟你讲 只要你不说 我就绝对不会说 我再怎么样 我绝对会挺到底 那也请你挺到底 因为就咱刚刚讲 沈静晶如果金华晶 就算让了你就算金华晶 咬出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在很多案子 都可以把你咬出来 所以就这样 他们两个现在是绑在一条川上 我如果攻的话 你们是毁灭 你毁灭的时候 同时沈静晶也毁灭 他们两个全部都毁灭 台北市也毁灭 所以现在等于是 他们两个绑住台北市 大家反正完全都不说 目前为止 这个恐怖平衡并没有被打开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开呢 这就是他们两个 可能会说的一个重要关键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会决定 硬干到底的一个状况 可是柯文哲这样太恶劣了吧 刚刚讲的你以素人之知 你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 台北市民对你有期望 台北市民让你搭了八年的市场 结果你回报台北市是什么 你在台北市没有建设 你在台北市没有发展 你给台北市没有任何运景 你在台北市这几年 你居然还输给高雄 结果你还把台北市 这么多重要的建设 刀成肉票送给人 老姐我跟你讲 为什么他们不敢讲 第一个 沈金金跟这个柯文哲 我们刚才讲那么多层关系 不是只有金华城 你认为万达与国市场 没有对价关系吗 你认为其他东西没有对价关系吗 都有啊 所以我在说 你解开了金华城一案的时候 你同时也都把这些案子解开 这案子全部解开的时候 那是一个炸弹 一个炸弹 一个炸弹的爆 这个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所以我们两个都知道 你绑住我我也绑住 反正我们现在都不要讲 不要讲让这个关系下去 你解放顶多用这样的 起诉我们嘛 起诉我们我们都没有讲啊 所以他现在 这种血蒙关系 是很难被打破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说现在更可怕的是 你讲的 他已经把台北市政府 把台北市民当成肉票 带到肉票以后 我最后我崩掉了 我两手一摊 刚才讲的 这些都是炸弹 他会在整个台北市 遍地开花 好 你看金华城现在 你看已经有司议员在那边说 赶快不能让他停工 已经有人出来讲话 会贪陷的 然后还有桌边的居民说 要让他坐下去 你看这些就是压力 也就是说他们绑住了台北市民之后 这个是他们一个政治上面 保护他们的一个力量 所以才说 柯文哲的最后 怎么这么坏啊 四年里面 他真的完全对不起台北市民 好 武总 一开始我这两年 我们大家一直非常困惑 很多人问我说 沈金基怎么会这么强 他都77岁了 他有这么多的慢性病 他还要装尿管 甚至刚刚讲的 你的皮肤病都已经有 多重性性感染 你为什么还要一生到底 刚刚失踪就把我们点醒了 搞了半天 你不是只有一个金华城 你说这么多的案子 是层层叠叠地绑在一起 这么多案子层层绑在一起的话 我就算在金华城 把你柯文哲卖了 那我柯文哲如果被打到地狱 我会摇死你柯文哲 摇死沈金基 这样子 大家一拍两散 谁也得不到好处了 这个问题很复杂 因为这个事情 你要这里好几个重要的点 必须要把它先找出来 第一个重要点是什么东西 到底谁是整件事情的主导者 不是沈金基 柯文哲 是柯文哲 因为我现在回忆 这个事情不对劲在哪里 因为我是很早 就跟沈金基找我去 跟他聊天这个事情 之后 他们公司有个前高干 前高干也跟他谈说 你这个不要跟 千万不要跟民进党政府作对 对 你就把柯的事情讲出来 他跟那个前高干的说法 比跟我的说法更铁 沈金基 你怎么可以出卖朋友 我怎么不干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出卖朋友 他什么时候这么在乎朋友呢 我讲说你不是 早就是每天出卖朋友 怎么完全变得那么样子 够意思了 前几天听这个话 听不太懂 今天我完全搞懂了 你知道吗 是谁叫他干挺下去 不会 因为我跟他讲的建议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建议他跑路 我建议他跑 因为他在越南有投资 他在大陆有投资 他以他的投资 他现在出国去一个月两个月 看看风向再考虑要不要回来 对不对 就跟现在举止的情况一样 对 那不是这样看看 如果还跟检察官可以谈判条件 他没有走啊 他没有走 而且当天你看我们回忆这个案情的 这个搜索的总工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是应小威在机场被拦截被扣留以后 晚上第二天清晨就干了 对 对不对 很快第二天就干了 所以应小威被抓这个事情 消息是被封锁的 没错 没有人知道 消息被封锁 然后突然间就去冲他们家 所以沈静静当时还想要逃掉 对不对 所以是来冲这个事情都要什么意外 他为什么觉得意外 谁跟他保证没事情 柯 柯跟他保证没事情嘛 柯高估了他的巴西立法委员的力量嘛 因为有人跟柯文哲保证说 跟赖可以沟通嘛 他高估了他自己巴西的力量 他低估了赖清德的决心嘛 这个是核心问题 因为整个事情柯的逻辑 跟我们不一样嘛 柯没有把它当做司法问题嘛 柯完全当政治问题处理嘛 你总预算要我跟我谈嘛 你司法院的事情要跟我谈嘛 那么多事情 你没有我柯文哲点头的话 政府要瘫痪嘛 今天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瘫痪啊 瘫痪对不对 然后赖呢 没有退啊 赖不退跟你干到底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柯文哲今天出庭的表情 沮丧绝望 对不对 你看紧闭双城 你说紧闭双城 然后那个牙齿咬着痕迹 就紧张了嘛 他已经知道 在他来讲 他完全误判错误整个形势嘛 他错误整个形势 把小省脱下水了嘛 那小省脱下水了 这省进去现在 退不了了嘛 对 因为太大了嘛 退一件后面几件 没有办法退啊 对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更大的利益 你知道什么利益吗 后面的几件叫什么 你们约有我做工程 我老工程了嘛 这个叫做再建工程 再建工程什么时候 最后有一笔款 是完工后几户 有一笔大的佣金 前面有钱金 中间有分期付款的钱 后面有几条大条的 你现在这个去 抓进去关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小省会不会给 不给啦 小省后面的赖帐啦 赖几十亿啊 开玩笑啊 我问你的双子息 怎么会变成 我今天吓一跳 怎么变成中工去做呢 是他施工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谁逼那家厂商 要发包给中工嘛 厂商是得标厂商 他当时在投标的时候 因为中工也想要拿双子芯 不给他给了另外一个 做电脑的嘛 科技公司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表示他们中间 是搓原子汤搓好的嘛 那谁出来搓的 只有柯啦 只有柯文哲 搓得动嘛 所以这里面利益 又很大于快啊 因为那个是 那个预算啊 不受到民政府的 政府采购法督导 那个预算 随便编20亿30亿 所以柯文哲到了今天 他今天的表情 他才知道 赖清德的决心 他以为说我可以跟你谈判 我可以跟你交易 可是赖清德那是一个 生死相赌的 所以赖清德的决心 要杀柯到底的决心 让柯觉得是个意外嘛 因为中间有太多人在那边穿梭 因为台湾这个政治圈 喜欢在两边跑的一大堆 跑来介绍东介绍西的 那柯有误判 柯误判之后 让这个谁让陈晋晋误判嘛 那神经误判下去 那意义太大 他推不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 为什么我今天敢这样 敢看断这个事情 那么确定的断下去 就是我看到他明天要开记者会 你说明天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份有 今天公司有一个媒体邀请函 而且刚刚讲他是跟鼎月开发 一起开着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的负责人是谁 是陈瑞荣董事长 陈瑞荣以前当过经济部部长 我跟他也算是熟识的 那陈瑞荣的个性 你应该很清楚 我应该很清楚 你不清楚 我很清楚 他是个老实人 他是领薪水的勾议人 这个记者会 没有省清晶亲自下命令 不敢开 这么大的事情 他在医院里面下命令 哪里有问题 他还可以下命令 他当然100%是小省亲自下命令 不是这个事情太大了 那下命令干嘛 冲突啊 还要干 就站到 就是很简单 我明天告诉你 银行团不用说了 买来乌台 大家要摊在地上谈 再摊在地上谈 不是在桌上谈 我就是爛鱼打滚 你们白鱼都有了 好像没钱了 不然你要怎么 你把我咬掉 对不对 他不屌你的嘛 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命也没有 命也没了 我就是爱提嘛 我就变成丐方帮主嘛 所以他明天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冲突作战的号角嘛 他先吹响给你看 那给谁看 给柯看嘛 他告诉柯跟他干到底嘛 还没提 我还没退 柯现在怕他退嘛 他告诉柯他不会退了 那柯就老行宅宅嘛 所以柯在 在小省这一端没有破口 那就是检方你要想办法 去找到举止 或是李文中当破口 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照样起诉 照样用贪污制裁条件 第四条 违反职务 然后行贿罪 一样 一样判20年判无期徒刑 但是你张追不到 因为那个 他们现在都没有明天了 柯也没有明天了 谁也没有明天了 有什么 只剩下钱 所以钱要保住嘛 钱大不大 大 钱非常大的钱 这个钱我当时我低估 大概搞个三亿五亿 现在不是啊 可能是三五十亿的钱 等着要分的 因为那么多案子嘛 每一个都在那边都灌水嘛 这个是可恶的一个做法 柯文哲可恶啊 这个坏到了极点 政府工程他要A 连这个BOT工程他也A 就是没有钱不赚 五十万赚 五百亿也赚 坏到了极点 但是 走行亚城也赚 但是 但是 你收不到他的账 因为账款已经拿出去了 好 所以小平 是 看了刚刚讲的 始终把我们点提点的这个东西 我才发现 过去这四年 也就是柯文哲 最后这四年 根本就把整个台北市 变成了威京的殖民地 你要什么 我就给什么 法租界 法租界 当然 你看 十一住行 娱乐全部全包了 你看 我一个一个来 我简要讲 这个金华城 震慑到 连蒋万安 李四川都不敢停工 他力量有多大 好 你今天为什么我怕你 因为我怕全部搞烂了 我怎么连任 我蒋万怎么弄 搞烂了嘛 案子太大了 你看 他真的想把他全部搞烂 当然 但比 搞烂我钱要 吴董讲的没错 我几十一保住比较重要 其他烂掉关我什么事 我管你 你那个蒋万会不会连任 今天 蒋万倒霉 前面的市长是柯文哲 全搞烂了 除了民调最后的民调台北市 能给都给 然后全部给发租界 然后割地赔款 这两个勾结 所以这个祸害之深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台北市长 而且跟丐帮一样 到处刑起 到处要钱 什么钱都要 什么钱都要 这是丢脸 你知道吗 政治 丢人 你知道吗 政治没有搞到跟丢人 要这样丢人 你知道吗 你好歹是台北市长 顾顾我们议员跟250万人的 颜面好不好 我们首都 被弄成什么样子 你看 我随便讲一个 小东西 我随便讲 大的不讲 我讲个最小的好不好 中共保全 中共保全 我们法规通过 有议员就附带决议 说保全是一个社区 甚至有心理辅导 带小孩 那个总干事很重要 不是 全部打算 弄成四个标 东西南北标 然后他就标到 标到六成 他两年拿到1.3亿 他缺现金 党狼 你知道省金金 而且更夸张的是 中共保全 赚小钱 拿现金 给阿伯的钱 中共保全也有出到 有 你知道吗 9.3亿也有他的钱 真的假的 真的吗 你看 你再继续看 所以前面的4.3 后面的5亿 中间的4.3 里面有 中共保全的 我跟你讲 检察官只剩一条希望 就是9.3亿 朱雅虎全部招出来 这个真的 他就要招一半嘛 我不想要招多少 你再看那个捷运 那个环状线 上次地震5级 公共工程 台北市的捷运 要6级 不用白子黑子血 基本款好不好 没错 当然 我跟你讲 瑞士地震仪 5级跟6级 只要差几倍 差30倍 因为地震是30近位 你可以搞个 差几十倍的强度的东西 你歪掉 你有看过5级地震 捷运会 钢粮歪掉的吗 当然没有啊 再来双子星 这种大事情吧 这造价要七八百亿 才干得起来 郝龙斌的时代 第一名叫太极双心 不是被干掉了吗 钱不够 第二名是中华工程 那时候呢 太极双心 不是郝龙斌打翻 为什么打翻 是沈庆金 把资料给殷小微 把同党的市长 打到死为止 你们回忆一下 十年前的王室 是这样子吗 当然吧 我也接到检举案 殷小微就打了嘛 我们后来 在评估的时候 他就干了嘛 好 那结果呢 结果怎么样 也告好龙斌 你知道 好龙斌不屈服 好龙斌双子星 我就不给你做 然后这个进化者 我也不屈服 我就392 好龙斌多硬啊 回到这个软骨头 柯文哲 软骨头嘛 今天你凭什么拿到 七八百亿的 营建工程 都讲好了 绑好了嘛 而且重点是 你为什么 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今天我给他 他的公共工程 品质是差的嘛 对 我跟你讲 环南市场 我们都是万华人 环南市场 他去标啊 标环南市场 100亿标不到 所以才要绑 这个雨果市场 我被擒热 你知道吗 雨果市场的那些 各个摊贩 理监事 哎呀 移完啦 放开软的啦 不要再追弊案了好不好 拜托 如期给我们新的市场 你是万华医院 你怎么办 压力很大好不好 所有都变成 柯文哲的肉票了 全部 我想 十亿住行舆论 全部 这加起来多少钱啊 加起来上千亿啊 你下一任市场怎么办 你就很简单 李四川 你敢把他全部 把他杀到底 台北市倒了 不杀 独职 你就要讲完怎么办 很难做啊 好 所以说 其实看这个东西 我也昏倒了 没有想到 你新北的这个所谓的环壮县 他都然是 新北的环壮县 我们都记得说 今年发生了所谓的地震 地震了以后 他的这个桥梁的桥梁 开始偏移 偏移想说 本来这个是刚刚还没多久 本来这个已经在保固期里面 我过去长期跑这个所谓的这个捷运 当时木杀县 你去看木杀县 现在有很多的钢壁 有很多的钢梁 那怎样 你中间只要有几个裂缝 我就非要叫你给我补好 现在是给我偏移 你当然要补好啊 现在中工居然因为柯文哲 跟他签了合约的关系 柯文哲第一个放水 没有履刊 没有履刊 第二个 没有 真的验收 第二个就是 我今天该给你的要求 在合约里面都没有吗 对 很奇怪吧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事情 都傻眼了 而且我之前在五月的时候 我已经调了公文了 公文里面它有一条 合约上面的公文有一条 不可抗力是因素的话 就不在保固期内 不可抗力是像天灾 天灾这种就不可抗力因素 所以他认为地震就叫天灾 所以不可抗力因素 所以不在保固期内 所以我保固期是在115年 跟你不能说你下个毛毛雨 你就给我漏水啊 因为你是高价的 高价里面的这个车厢 是容易漏水 你不跟我讲 你总要有一个标准吧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贸你 就是你在合约书里面 放水放得太夸张了 是因为这更好有个地震 但我们不希望有 就忽然间有了以后 它还是可以避掉 它就不用履约了 而且当时它得标厂的金额是 137亿 然后有四家厂商投标 然后以价格标 以低价标为主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猫泥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下 接下来这一张 就是我心意东研段 东研段当时招标的时候 是用整个区段的工程 所以里面不是只有东原段 那两段而已 还有包括其他的 土建工程水电工程 全部包在一起 还有这个新庄县的 大桥头的那一段也一起 总共标的是48亿 可是当时有四家来投标 大陆工程黄昌 还有中工跟泛亚 就用最低标的部分得标 跟刚刚那个新北市的那个一样 就最低标的部分 你知道他写多少吗 他写48亿 然后48他写最低嘛 所以他得标了 得标了以后 最重要是问题在后面 你知道吗 他居然得标以后 要写合约 居然变更契约 变更契约给他50亿 那我当时写50亿的时候 我就得标 我就得到啦 可是他不是 他写48亿 结果变更契约50亿 对 那50亿让他做了 那不是跟外大国菜市场一样吗 那你说其他的 那三家厂商会不会生气 当然生气 那我到时候我写低一点嘛 我写47亿嘛 那你给我50亿嘛 因为我们的预算是编51亿 所以你如果给他50亿 还是合理的范围内 所以我以后都写低标嘛 我写的越低越好 可是我签合约的时候 我用变更合约的方式 我直接写高一点嘛 反正在预算范围内就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恶劣的一个行为啊 怎么可以让中共用这个方式 像雨果市场一样 反正呢我先盖下面嘛 要盖上面再追加预算就好 可是柯文哲以前不是讲吗 最恶劣的就是追加预算 可是他对于特定厂商 专门追加预算 然后我跟他讲说 那我们这一段是什么时候盖好 明年年底才会完成 所以呢我刚刚还在问捷运局 那请问一下 那明年他要再给我追加多少钱 对 然后那钱怎么编 他说啊钱反正就有 那一段没有做完这一段就补给他啦 哪有这种东西的 是 所以我才说嘛 中共所有的标案都是这样嘛 反正我用底标来标嘛 标到了以后因为 最佳预算 再最佳预算 那不能的话就是挖东墙洗补西墙 再直接用很多的巧利明目再给他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 我认为 这个柯文哲认内 其实最恶劣的一个行为 所以为什么全部都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光捷运的标案 他就拿了多少 对 对不对 那现在呢还有社宅 社宅在盖 那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地检讨 每一个社宅 尤其是中共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对蒋湾来讲 那不是地坑死 房间不会吧 没错 我要把你停工 那就变赖尾楼 我不要停工 我也有可能有公安的危险 可是我不停工 我又会被骂死 没错 没错 那接下来捷运也是同样的嘛 我捷运要不要继续干下去 如果你不让我干 那怎么办 如果有公安疑虑呢 捷运是知识体大 捷运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兼华城 捷运是公共工程 所以他到时候一定会再用这样的方式 来热索我们 过去这四年 也应该讲 他的任期八年 最后的四年 他对审计经济真的这么好 是啊 我知道 实在 从精华城案子我们才发现 真的我们完全傻眼 而且这个傻眼的程度 我觉得历任 我在当议会 我们在议会那么多年的时间 我没有看过一个市长是这样搞的 而且呢 是整个结构性的绑在一起 也是说我今天 结构性的绑在一起 刚刚这不是就结构性吗 对 他不是只有精华城 他还有捷运 他还有色宅 煞血维蒙的官山勾结 对 然后呢 我觉得柯文哲是因为他失心风 是因为他一直一心想选总统 那想选总统的时候 我今天要干嘛 我一定要赶快把 我要网罗更多人给我资源 今天呢 我成立一个民众党 我用民众党的名义 然后再募很多款 然后很多钱 是不是真的 进到民众党的口袋里面 也不晓得 所以说民众党的成立是柯文哲 第一个魔戒 这个魔戒在他手上之后 他就完全变一个人了 但是他就利用 我说蓝白河 那时候为什么不能蓝白河 我跟你讲 后来发现其实 我可以自己 我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钱是到我身上 我今天跟侯友宜合的时候 国民党没听懂 他叫两亿美金 国民党当时没听懂 没听懂 因为隔壁党从来 没有接过这样的案子 好那再来呢 我如果变成是富的话 请问一下钱是给侯友宜 不是给我啊 那我当然要当正的嘛 所以我当时 不会跟你蓝白河的原因 在这里嘛 如果要是蓝白河的话 我钱不会给你啊 企业都给你的 都给侯友宜的 给国民党 那我民众党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呢 这个魔戒是在克文哲心中 用所谓选总统 陈立民众党 事实上就在那 为自己 为自己图立自己的一个方法